地方中心,高雄报道洪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近日抢攻社群媒体,去传可能有意选总统,而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受访时没否认,表示老鼠偷脱鞋,大的在后头,引发外界猜测韩国配可能成行,对此韩国瑜一日接受访问又在被问道时回应,大家静观其变,反正还没开始领表,说不定还有其他人要出来,韩国瑜议会中被质询, 图,记者无意境设高雄市议会一日开议,由于市长韩国瑜前往大港澳深煞签订53亿农产订单和协议,引爆部分人士狂轰卖台,全程炮火全开,而中场休息时媒体也不放过韩国瑜,继续追问2020总统大选仪式,韩国瑜指出,国民党这边除了既有表态的,说不定还有其他人要出来,大家静观其变,反正一切都还没开始, 他强调,目前完全不考虑2020总统大选,因为受高雄市民所托,他们给的讯号非常清楚,就是把高雄整个经济冲起来,希望未来四年,高雄经济脱胎换骨,让整个经济巨人站起来,自己也会全心投入,回顾 郭台铭31日在脸书上写道,选举不能成为唯一的寄托,要和世界拼搏不容易,大家一起做时事,引发网友热议,纷纷留言期待您出来救台湾,选总统吧 究竟之后变化为何,令大家期待,更多新闻印钞右转货车,骑士坑飞头撞变电箱反弹重伤身亡,夺命二视角曝光加大图书馆变炮房,厕所传出碰撞声,他还找出热热,黏黏的卫生纸路上看到热酷妹,工人冲女测完地底,喷射瞬间门开了球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